中华文明 人类归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是道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广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课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 道师慈悲教导 那 慈悲教导 乃 不忘 心 不忘 不忘 尊师 不忘 乃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圣贤教育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 万事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九岸 教学为宪 诸佛 诸佛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扫地 扫地 扫心地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安身立命 教学为宪 这里是教孩子的学问 特别节目 孩子要有好老师 第一集上 师生之道 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这个特别节目 第二集 师生之道 头一集呢 非常重要 叫教什么 那是大家都关心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教什么 最关键的问题出来 就是 老师该是什么样子 学生该是什么样子 师生的关系 师生之道 这里面有规律 你们都是在传统文化的幼儿园 学校有很多年的教学经验 在五轮的关系里面 在五轮的关系里面呢 有一个关系 它是没有提到的 就是师生的关系 那么师生的关系 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师生的关系 实际上是比同 父子的关系 也就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那么父母和子女是什么关系呢 父亲 严厉 母亲 慈爱 那么 孩子呢 孝敬 孝顺 这个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 那么 在老师身上 老师就相当于父母 他既要有父亲的严厉 同时呢 还要有母亲的慈爱 这样子对这个学生 他就能够教得好 他就好像 这个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一样的 那么 这个老师 同时要具备慈爱和严厉 换句话说 这两种能力 他都要有 尤其是在这个传统文化学校 很多的孩子 长时间不能回家 怕家里污染重啊 他跟古代 他确实不一样 所以他要 在学校里 把老师当作父母 现在问题就出来了 传统文化学校 你们这些伴主人 能不能 严父慈母 你都做到 严厉 严格 慈爱 呵护 你们都是 二十多岁啊 没当过爸爸妈妈 你说我都已经是为人母了 那也不行 为什么呢 你们是八零后 九零后 现在有七零后的 说实在话 好像也难 为什么呢 师父讲 传统文化 断了一百多年 你去问 他的老爷爷 怎么教育孩子 他不会 所以这就难了 师生之道 形同父母跟子女 形同父子啊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这是在讲的 从古以来都是这样的 古代不难 现在太难 为什么呢 怎么当爸爸 怎么当妈妈 不知道 你们有什么体会 确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比如说我自己 我就是八零后 我没有当过妈妈 所以对于妈妈跟孩子之间 还这种怎么亲爱啊 怎么词啊 怎么言呢 这个我确实没有 没有经历过 你的父母对你 你有没有影响 基本上也没有 因为像我们八零后开始 父母对孩子 基本上就是溺爱了 或者是说 纵容 任由孩子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一种教育方式 我自己是 那个感同身受的 因为我从小呢 就是爸爸妈妈 呵护过来的 那种呵护是那种 宠爱 溺爱 所有的家庭的一些 苦难呢 这些都不让我知道 不让我经历 就在一个风平浪静的 这个岁月当中 长大 长过来 所以说确实是对 这种父母 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 应该是什么样的 确实是模糊的 不清楚 所以 师生之道 我们懂 哎 我们确实从典籍 古人的这个 传承上 我们都能够了解的很清楚 现在问题在哪 没人 上哪儿去找这样的老师 就像你所讲的 不管这个老师是男的女的 他身上既有 父之言 还有母之词 哎 这不还不是他自己发明的 他一定要 哎 要符合真正的那个父母的本分 情况 他不是瞎边想出来的 我们也有这样的体会 但是呢 他虽然很难 但是并不是不能做到 我们这些年也渐渐的体会到了 既做严妇又做慈母的感觉 啊 能做到是不是 可以做得到 啊 你比方说 这个孩子他非常的幼小 那么他在生活上有很多的能力 他是没有的 比方说 他不知道怎么擦屁股 他不知道怎么穿鞋脱鞋 他甚至不知道睡觉了 应该躺在枕头上 他 他冷了 他不知道要加衣服 他不知道讲 这些呢 通通都是老师 你要去细心的照料这些孩子 然后你能够发现他的需求 然后呢 你帮他做到这些 你教会他这些 你觉得在这个照料的过程当中 你自然就会了吗 那你这个会是从哪来的 你怎么会的呢 在照料的过程中 他确实是自然就会了的 为什么他就会了呢 因为当你看到有这么多的孩子 在这里需要你的照料的时候 你必须要全身心的放在他身上 当你全身心都在他身上 都在这件事情上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会了 你比方说 我们这个幼儿园所在的地方 他天气比较寒冷 那么不能经常的洗澡 但是呢 为了让孩子养成好的卫生习惯 我们会两天就让孩子 就要换洗一次袜子 三天呢 就要洗一次屁股 那么怎么洗屁股 我们还要专门的开课 来教给大家 来教给这些小同学 怎么来保持自己的卫生 确实是能够做得到的 我们在这几年的这个教学过程中 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当一位老师 把他的全身心 六根都堵塞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从孩子身边走过 没有看他 他也没有说话 你的直觉 你就会知道 这个孩子现在是什么问题 就是那种全身心都堵塞在这孩子身上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他不用说话 你也不用他看他 你就能感觉得到 你比如说 孩子从早上起床 他起床之后 第一项任务是穿衣服 那连孩子穿衣服是牵穿上衣 还是先穿裤子 这样都要有严格的要求 我们会教导孩子 要先穿上衣 这样的话 你下身在被子里面 就不容易感冒 如果说你先穿裤子的话 上身在外面露着 就很容易感冒 这是母亲对孩子该有的慈爱 你比如说父亲对孩子的言 孩子平常他走路 包括他走路的时候 脚有没有抬得起来 声音是不是那种框框的 走路特别声音特别大 拖着鞋 对 是不是脚步轻生 站的时候有没有站直 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太快 会不会土质不轻 这些都要很严厉的去管教 所以啊 有的观众就问这个问题 到底什么叫言 什么叫言 言 不仅仅是严厉 那只是一部分 那你说我轮着大棒子就使劲打吧 这就叫言吗 这不是 什么叫言呢 一丝不苟 叫言 换句话说 他有一点点毛病 我都不能容忍 都不能够让他存在下去 一定让他改了 这个叫言 而不是说声色俱力 不是这个 他可能态度很温和 你必须得改了 言是 言父 言是这个意思 慈母是什么呢 他有一点点需要照顾的 而我没有去照顾 这就叫不慈 一定要知道 那关心要面面俱到 你看 这孩子怎么刷牙 你们要教吧 要教 而且是 教完一次之后 你看 早上刷牙 晚上刷牙 天天都在那盯着 哪家父母能做到 做不到 传统文化学校的老师 他就能做到 为什么呢 本分呢 老师就是又当爹又当娘 这才叫什么呢 师道 他里边一定有言 什么毛病都得改了 一点都不行 这叫言 他还一定有词 你有一点点需要关心 需要照顾的 他都马上给你 那不能遗漏 你说我懒惰了 哎呀 我不想 算了 你这叫不慈 你看到他有这个毛病 哎呀 累死了 算了 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这叫不言 焦不言 怎么样 识识都 三字经上讲 老师 懒惰 他这个意思啊 你说说这样的老师 现在到哪去找 话又说回来 找不到就没人了 那没人可不行啊 这个民族 我们的这个文明 完全是靠人 人能红到非到红人 所以传统文化学校的老师 包括有志于此的那些家长 你就知道 在家里 你该怎么当爸爸 该怎么当妈妈 这我们就听明白了 就包括孩子 他怎么端碗 怎么样 接水 不会被热水烫到 如果要是在热饭热粥 应该怎么样做 才不会伤到自己 就这些都要面面俱到 去嘱咐孩子 而且现在这个孩子 有个特点 就是他妄性很大 或者说他不能坚持 你要不停的说 一次一次的说 才可以 刚才我们提了一个问题 你说现在 传统文化学校老师 很多都是年轻人 80后90后 他本身 说实在话 没当过爸妈呀 他怎么就能够 又当爹又当娘 什么原因 我们有个体会 什么体会呢 就是刚才 你们这几个 班主任所讲的 你真的爱他们 你自然就会了 这好像是一个真理 你看很多妈妈 包括偏远的农村的 不认字 那女子做了妈妈了 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不像都市里 还有什么育儿教育 没有啊 他就会爱他的孩子 我们再把眼光放远 你看这些小动物 小猫小狗 他做妈妈 他也会爱孩子 什么道理 说明 这个东西不是交出来的 就是我们上一堂课 跟大家报告的 父辞辞辞辞是天性 你只要是父 你只要是父母 你就会这个 那你说我分明不是吗 不 你是 你把那颗心 发出来 那你就是了 而不在于说自己 有没有当过爹娘 不在于这个 我想你们这方面呢 体会是很深 最初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很难 很难对一个陌生的孩子 生起这种慈爱的心 当然你也很爱护他 你也喜欢他 但是呢 没到那程度 没有到那个程度 确实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是呢 随着这个学生啊 他在你身边慢慢的成长 有时候呢 我们会接到家长的电话 他们非常殷切地 关注自己的孩子 到底现在 他成长得怎么样了 他有哪些进步啊 包括不断地有 家长送孩子过来 他们离开的时候 对老师的这种信任 他们往往都会讲 老师这个孩子就拜托您了 我们恳请老师 能够对我的孩子严加管教 所以我慢慢能够体会到 每一个孩子 其实他都是这个父母 最大的希望 那么我自己 去慢慢体会到这一点以后 这种对孩子的慈爱 这种对孩子的关心 他就会慢慢地在增长 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一直到现在 有一些孩子 我有时候看到他们 我会不由自主地 会去观察 他们在我这里 学习这么长时间 他的面貌发生变化了吗 他胖了还是瘦了 甚至他长高了没有 甚至他发音 现在清楚了没有 我都会很仔细地去留意 很仔细地去观察 当发现他们 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喜悦的 但是呢 看到他们 有时候非常的顽皮顽劣 屡教不改 又是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不能容忍 所以说这种心情 我慢慢能够体会到 父母对子女的那种 殷切的期望 殷切的这种盼望 我能够慢慢体会到了 在这几年的教学过程中呢 也是确实是一点一点的 慢慢地进入这个 严肤次母的这种状态 这种最关键 就是推动我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就是当我看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 或者是说 总也改不好 总犯这样的错误的时候 心里面会很难过 就是那种难过是不自然的 就会生出来 就会特别难过 特别难过 但是看到孩子 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 你就会特别高兴 你就会特别高兴 甚至是 你看到学生有进步 你是什么心情 很高兴 很高兴 好像 可以说就是 好像没有什么宝贝 可以去比的那种感觉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好像就觉得 他好像改了一个毛病习气 增加了一个优点 好像 他的人生将来就可以幸福了 就可以不受苦 就慢慢地在朝着幸福的那条道路 去努力 而且这些孩子呢 将来他要做老师 那就会有很多孩子 将来会有幸福可言 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所以 很多这个孩子 哪怕进步一点点 你就会特别高兴 你就感觉 他的期望 他的希望 或者说 他将来的影响 是不可估量的 好像不是说 眼前的这一点点的进步 这样的 有些孩子 他不能留在这学习 我就 我就觉得很难过 因为我知道传统文化好 他不能在这边学习 我觉得很可惜 很难过 但是 就是通过这一点 激发了我 要开始 严厉地管教这些孩子 帮他们改掉毛病 还有呢 就是有些孩子 他从五岁就跟着我们 然后 他一直一直没有进步 当他 三年以后 突然间有一天 他成绩进步了 虽然说 还不是很好 就那种充满了喜悦 才体会到 哎呀 原来做老师 就是 应该是这种 这种心情的 那可能做父母 也不过如此 就是也是一样的心情 就一点一点一点 开始体会到 然后 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曾经听说 有的伴主人讲这个话 他批评那个义工 你怎么能生病呢 你不可以生病啊 哎 为什么 你要是生病 这些学生 四十多个孩子 幼儿园嘛 哎 谁来管 那人义工就看着他 那你呢 这个伴主人讲 我都不敢生病 哎 我听了这些话 很受感动啊 哪个妈妈 哪个爸爸 现在能说出这个话来 哎 这个老师 传统文化的学校老师 他 不敢生病 你听听这话 啊 为什么呢 他一倒下 孩子没有人管 没有人看着 没有人教了 我觉得 这个不是说 简单的爱心的 哎 他已经 具体到 这么细微的地步啊 哎 生病都不敢呢 哎 你们想想 没有相当的 对孩子这种爱 他怎么能随口 说出这种话来的 啊 你是像那些孩子 幼儿园的 所谓一把屎一把尿 那真的是我们能看得到 哎 就是我就看到过 哎 那个孩子上完厕所 拉完把把 老师给一个一个擦 是这样 对 我就来举一个尿布湿的例子 我们这里有很多年纪很小的孩子 他晚上呢 要叫他起来上厕所 不然的话 他会尿床 那么有的家长曾经建议过我们说 我们给孩子买一些尿布湿 这样子晚上他用尿布湿 老师就可以睡得踏实一些 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但是我们坚持没有给孩子用尿布湿 原因就是 因为用尿布湿 第一孩子他睡觉会很不舒服 他不透气 第二呢 就是孩子他养成了躺着尿尿的习惯 以后他不容易再养成 晚上自己起来上厕所的习惯 所以我们也遇到过很多比较大的孩子 晚上还是需要叫他起来上厕所 原因就是 他在家的时候 妈妈给他用尿布湿的时间太久了 通过这个你们就能看出来 现在的家长还不如传统文化学校老师 这些老师真能够设计为人 怎么来的 古生先贤 教出来的 传统文化教出来的 发出来这个心 真正 你问那个家里的父母 怎么当 他不会 学校的老师 他自然就会 他为什么呢 爱心里边无所不包 什么都包括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题目 师生之道 怎么做老师 师道为何 就是父母之道 父母之道 浩如烟海 这个典籍里的记载 太多了 到底怎么做 我们就说一句话 你把你那个 爱心 全部都用在孩子上 然后怎么样 你不能逆爱 你不能想怎么教就怎么教 在这种情况下 按照圣贤的教导 灌注以爱心 这个孩子一定能教得好 你就是合格的老师 这两个是缺一不可 完全用感情用事 是绝对不可以的 你说我就知道爱他 我就知道这个给他好东西 那不行 那不是父母之道 所以 词和言 这里边都有方法 都有原理 原则 那前提是呢 先把爱心发出来 爱心发不出来的话 有方法 有理论 你不能落实啊 没有人呢 老师 那说到这儿呢 要做一个好老师 词和言 这两点是最关键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 才能把词和言做到 成为一个好老师呢 这个问题 我要问你们 我们是 弟子规打底 对吧 弟子规就是怎么做规律 怎么做儿子 对不对 有没有父母规 这是个问题 有没有父母规 做父母的规矩 有没有 你们想过没有这个问题 父母该怎么对待子女 有没有规矩 实际上 父母怎么对子女 就是弟子规 弟子规里所有讲的这些 就是父母怎么样 应该要求子女的 实际上 你们仔细观察 弟子规也是父母规 头一句话 父母乎应无还 那这跟父母有什么关系 规矩 有关系 你要是 答应缓慢了 我还饶了你 那我就不是父母 你们想想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父母命行无来 你要是懒了 我还不管 那我就不是你爹你娘 父母教须静听 你要不好好听 说明我不是你爹你娘 父母则顺承 你要是不顺着了 那咱们就不是父子关系 你们听对不对 他讲的是父子关系 对不对 孩子没做到 父母不说话 父母不说话 容忍 那说明你们不是父子关系 因为他讲的是真理 所以父母的规矩 就在里边 换句话说 怎么做父母 那个规矩 你仔细去体会 亲所好立位聚 你敢不立位聚 对不对 那我就不是你的亲 赵七早夜眠迟 他怎么会 赵七早夜眠迟 教的吗 谁教的 父母教的 陈则行 婚则定 你要是敢不这样 你试试 那父母就得责骂他 责打他 父母责 他就得徐顺承 你们听听我说的 有没有道理 怎么做老师 老师不就做父母吗 你不就明白了吗 还是个弟子规 你如果不按照这个 一句一句来要求他 你就不是好父母 不是好老师 师生之道 父母之道 都在弟子规里 他真不听话 真不听话 那就真得责他 怎么责 责骂责打 父母则 他必须得徐顺承 那是承圣承贤的 关口 这个顺 是关口 所以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就来讨论 学生之道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节目 已经结束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 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清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清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意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历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重得新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道夜早晨 阿弥陀佛 晚上 岁 ink 她